伟杰 表情做的 有到位 搞的专家 风筝打乱 所以要考验真专家 还是假专家要靠我 如果这个专家看到我 还可以这个 领微不动 还讲得很好 表示真专家 对 所以我说今天要委屈一下你 我跟你一样 咱们俩今天都做学生 因为我们请来一位老师 老师 深圳望野博物馆的馆长 颜艳老师 谢谢 这也是我的这个书画界的朋友 跟我这个推荐他 因为呢 我想聊一个话题 但是颜老师呢 我就先跟您汇报 我作为一个世俗的一个主持人 为什么我要聊这个话题 就是 我其实个人很爱好 这个中国的这些古董 这些很多东西 但是呢 有这个爱好 没有这个修养 可是呢 修养很高了 我也有一个 我老有一个执念 你们台湾人说这个执念 这个执念是什么呀 就今天社会啊 大家特别爱拿这个什么精英啊 什么吊丝啊 或者说有文化 没文化说事 或许有吧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就老有一个不服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个大俗人 我觉得我喜欢的 你们没有理由不喜欢 对 我经常这么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太高文化 很多东西 比如说 我这么说吧 我自己写个毛笔字 那么和王羲之的字 你看看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王羲之写的好看 那么就说明你懂得美啊 他不是搞当代艺术 你是搞当代艺术 你会说吗 你会说吗 就说明 我觉得爱美之心 人节有之 就是说你 你看见一个瓷器 你觉不觉得好看 这个当然需要有文化 做入门 这个是基础的铺垫 这个就我们讲 是压在骨子里面后面的 所以说很多大文人 他实际上并不是书法家 他为什么书法会被社会广域接受 认为他的字非常好 那是因为他的文化 这个确实很重要 对 但是呢 我又作为一个这个没入门的人 为什么我又老觉得 我特别喜欢把我一些爱好 我觉得能跟每一个观众分享 不管你的文化程度有多高 就是因为我就说 我老有一个不服 我就我觉得他就是好看 你怎么可能觉得他不好看 你倒是着普度众生的概念 来宣传你对于美的概念吗 不是 也许他为什么好看 咱们说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有文物当中 有些东西啊 你只要拿出来 你敢说的不好看 就是我觉得是爱美的人 你不可能觉得他不好看 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美誉的广度 就是我跟很多朋友开过玩笑 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美术 很少人讲丑术 有从丑中追寻美 但是归根结底的最后的本源是美 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核心 你认为美的 实际上应该很多朋友都认为美 但是很多所谓专家认为美的 我们未必认为美 那就证明他没有达到世俗美的要求 世俗美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级别的美 因为它覆盖大众全面 而不是只给小众来看 您这个讲的咱们外行就有信心了 就感觉像我们也是属于世俗里面可以认可的那个部分 但是呢 我就是我有个话头 保证你都会给这个感兴趣 因为呢 你对钱不能不感兴趣 我特别有兴趣 对 而且就是 你知道就最近在我的这个收藏圈里啊 有个新闻 可以说有两个新闻 就炸了 就是在三月份 纽约啊 暴风雪 但是在这个暴风雪当中啊 说是中国艺术品 就火了一把 这创了一个高潮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四件青铜器 拿出来四件青铜器全部过亿 就过亿人民币 这是这是这些很非常少见的 然后呢 我看他们玩青铜器的 唤醒鼓舞了 就是说这个 怎么那么这下过一过 创了个记录 然后呢 还有就是六件书画 来自日本腾田 腾田美术馆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可以说在新闻上最有名的 就是南宋陈荣的 陈荣的龙 六龙图 六龙图 这拍了 我看这是多少钱呢 这个六龙图 4899.75万美元 接近三亿人民币 听说是大中华圈的藏家 对对对 大中华圈的藏家 这都是创了这个收藏界的 这个大新闻 这个对 而且让世界都瞩目 中国艺术界 非常震惊的 是吧 对 所以我想 所以我们买不起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几幅画 还有几幅作品的内容 说得好 就是说 我呢 也不是过去咱一聊呢 就爱聊这个市场 拍卖 我现在是真心想跟这个 严老师啊 就请教请教 就是说 咱们该怎么欣赏 你现在是文化人 所以说就不喜欢钱了 不是 钱这样喜欢 但是还是要包裹在文化的层面 我觉得也感谢今天的社会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现代复制的技术 包括影像的技术 你知道这些东西 要在古代 不是说你有钱 看的90%的人 恐怕看也看不见 可能都是95%以上的人 还不是90% 因为能当时看到这张作品的人 应该都是个位数 对了 不可能是双位数 所以你感谢今天呢 咱们至少在电视上 咱们看一眼 所以我们给大家先示范示范 这四件铜器 四件铜器 卖的最高的是这件 叫做这个韬铁文方尊 它这形体特别雄大 你说你能觉得它不美吗 我就不信 它就是美吗 对吧 它也是卖了这个两亿多人民币 然后都是下面几件都是过亿的 你看这个器物叫雷 雷 是吧 雷 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青铜器的这个艺术 这都是我们叫中顶之器 它都是代表当时的王犬 黄犬 你再看下面 这个也是方蕾 你看 这个它这个形体都特别大 然后再下面 这件很少见 就是这个动物的这个雕塑啊 等于是 这件很少见 也卖了这个过亿 当然这次青铜器卖到这个过亿啊 他们讲啊 你也别以为这是最高的青铜器 当然 这不是最高级的 这不是 但是呢 它之所以卖这么贵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原因了 就是 指标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 它一个流传有序 再一个咱们国家对青铜啊 有这个法律 比如说是不是建国以后的 有要求 对 1949年之后的是不可以在商业市场交易的 这个是国家的文物法条的红线 比较硬红线 这个是不可以碰的 那这几件呢 是可以市场流行的 这几件因为是早年 49年之前就已经在境外了 并且一直这么多年流传出来 它有完整的流传记录 所以说 它被市场接收的度就是它的流通性 这个也非常重要 诶 韦杰 你作为这个我的女朋友 不不不 我的女性好友啊 我就要问问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啊 当然可能过去你看的不多 但你就这么一看 你的质感是什么 你能感觉到这个 就是什么样的美呢 刚刚言老师说就是代表一个帝王的庄严 确实是有那个庄严的感觉 还有他的那个厚重 就是不会看起来是很轻浮 感觉是一个立顶天下 那个感觉 看起来还蛮舒服的 而且我对于器皿很喜欢 你看 所以我也带你就问一下 闫老师 昨天我有一哥们的女朋友啊 就就问我 说你喜欢这个青铜器啊 说 为什么 因为我一下 你看 我就不知道 怎么跟他说 我我我只能凭着 我说啊 我说 我觉得这个里面呢 有一种 我觉得挺 有点陌生的美学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 但是我总觉得 那意味着一个 让我觉得很崇拜的一个美的 一种美学 但这个美学到底是什么 你这个境界非常高 真的 回答您这个朋友的女朋友 你可以告诉他 因为这个青铜器 就是吃饭的家伙事 我说这个是北方的图语 他当年 中顶之气 就是吃饭用的 里边就是炖肉 煮肉的 不是做其他的 然后随之而后 变成整个一种王权的象征 我们知道成语问顶天下 这个就是顶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吃 上升到中国 在哲学和精神层面 最高的境界 这中间展现的美 就是整个工业 和我说这个工业 就是当时的特定工业 就是青铜铸道 它实际上是一种工业形态 它有很多工业技术在里面 最后被社会接受 成为一种特定的美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说的奇幻的美 跟此有关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就是中国人在泥的方面使用 我老跟朋友开玩笑 我说我们看过小说说 女娃补贴 人是用泥做的 对 《红楼梦》也有记载 就人是用泥做的 实际上中国人 在整个这个文物 或者艺术品的制作中 是把泥推到极致的 在青铜之前 我们因为陶器的使用 中国人熟练掌握这个泥的使用 最后能用泥饭来制作陶器 这个技术非常高 全世界没有 咱们是饭铸道 我们现在讲叫磨饭 这个词很好听 磨饭就是青铜铸造的概念 磨是一个器物 饭是一个手法 最后把磨和饭拼起来 就可以变成青铜器 你刚才看到的这个 这个大的方雷 或者大的这个方尊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你就等于咱们这个简单的理解 磨和饭 它加在一起 中间的 它把那个铜铜液倒进去 铜液倒进去 最后泥泥打开 就成形 就是成形 所以还有一个成语啊 就形容 比如说叫炉火纯青 对 而来的 就据说这个铜水啊 到了火候的时候 它据说呈现出 青色的这个火 这个更不得了 就中国人 就是我们今天 烧很多东西 是靠要用电子测温 就是我们比如过关的时候 要扫一下体温 电子一扫就行了 中国人最厉害 就是从铸造青铜气开始 一直到烧陶瓷 可以拿眼睛来测温 就是眼睛看到颜色的微妙变化 比如说白 浅白 雨白 冰白 或者到最后日白 我们眼睛是不能看太阳的 为什么不能看 它的温度太强了 你想人可以拿眼睛来判断温度的高低 中国人好厉害 这里面就有 据说是世界各个文化 当然都有青铜 都有青铜 但是讲青铜到达这种 一登峰造极的艺术高度 是不是中国文化 对 青铜的铸造最高点肯定是我们的 因为在其他的金属 比如金银器 在西亚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青铜铸造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我认为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还是泥土的把握 因为我跟朋友也聊过天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收藏陶瓷的部分都会讲 有湿蜡法 或者是蜡膜法 蜡烛法 实际上这个来讲 在整个中国的状态中 很多学者认为出现很早 但是从整个的这种液态 或者是当时的工业生产状态 不可能出现太早 因为我们有很完备 很 就是说怎么样 数量非常大的泥土 这个是没有费用成本的 因为它是基本生产材料 但是蜡在中国古代还是比较稀少的 说到底咱们中国人还是跟泥土特别有缘 有缘 枪枪三人行广告 直播见 这个很多时候也是有个演员 有个缘分 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轻松器 我就觉得它就把我捉过去了 你知道吗 你看到今天为止 对它的这个文样代表什么 都是一个学术问题 比如说你说它的美 过去李泽厚先生 曾经讲过说有一种叫宁丽之美 就是说它这个那种美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讲法 近年来也被人们讨论 比方说我们现在对古代的天文学 有很多新的发现 新的研究 就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证明 你看它的很多这个动物 或者文样的造型啊 其实很有可能是古代的天象 星象 代表星象崇拜 中国人崇拜星星 可能都代表当时的宇宙星象图啊 对吧 当然了 就是我就说那种 让我觉得好像有点陌生 但是深不可测的一种美学 也是中华民族的文脉 对对 这个文脉一路发展到现在 出了一个就这次的拍卖啊 出了到了南宋 出了一个更贵的 比这个京东记还贵 对 因为它更含有吧 更稀有 更稀有 存实量 就是这个藤田美术馆的 这个几件六件书画 对 当时说是溥仪从宫里 带出来的 带出来的 这是清宫就藏 没有任何问题 有人说 反正那个民族主义者爱说 这代表了中华民族 一段耻辱的 当时是怎么弄到 日本这个藤田手里的 这个呢 当年这个溥仪出宫的时候 他把很多很贵重的戏软 在他没有出宫之前 就是整个满清王族 没落以后啊 他就携带 家带 赏赐 都已经陆陆续续外流了 不是到溥仪最后一天出来 才带出来 早都带出来了 因为这个 他的祖宗厉害 因为乾隆爷这个收藏 真的是厉害 独假天下 可以这么讲 因为他的喜欢的爱好 特别宽泛 再一个就是他 年龄特别高寿 所以说他有很多这个嗜好 这些东西被他 当年带进清宫以后 由他掌玩 喜欢包括注录 做诗文 最后留下来 一直到清代末期 溥仪当时带出来以后 因为这个家产的使用 包括他一些家 因为他这个家卷很大 包括他这个亲王府 贵族府里面 所以后来呢 就由这个亲王府 把他给卖出来了 这是当时山中商会 签的合约 日本的 对 日本的一个超级古董商 这个古董商 在战前的时候 赚了很多钱 但是因为跟二战 太平洋战争 这个爆发以后 美国政府整个冻结资产 实际上对山中商 有巨大的这个致命的冲击和打击 他有很多资产在美国 这个就是他当年从中国买走的 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买到日本之后 又卖给了腾田美术馆 这就是进腾田美术馆的过程 腾田也是日本的企业家 旺族 大收藏家 这次听说是腾田美术馆没钱了 然后要装空调 听说是要装空调 弄出来卖 这个卖出来装空调不得了 据说他们本来以为卖几个亿人民币 最后说腾田美术馆都下着了 没想到这一项的卖 总共31件 十多亿人民币 五月份他就闭馆了 进入超级大修 大概要修两年以上 他那个时间一好 应该刚好接日本的奥运会 就在日本奥运会之前 他会整个全新的展现 所以说以后我认为 中国人再到腾田美术馆去看展览 应该全程免票 因为那钱是我们给的 都是中国贡献的 咱们可以看看这次最贵的 就南宋画家 这个陈荣的六龙图 这个有洞图 你看就是 对非常漂亮 他前面的银手也漂亮 整个这个龙的布局也漂亮 这个是陈荣非常经典的作品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并且后边有很长的提拔 包括我们看到这些用的印章 包括一些陈子的附和 所以这个当年就是 乾隆的心爱之物 这个我看见这个六龙图 我就突然想起来 当然因为我个人没什么水平 但是我个人的这个爱好吧 我觉得我看的第一 最震惊的一次 反而看这个陈荣是在波士顿博物馆 对 九龙图 对对对 他这个九龙图啊 气象非常好 了不得 你可以看看韦杰这个龙 他跟清朝那个龙不一样 这是南宋 对 这个是宋人的龙的样本 这种龙的很多朋友 为什么说看这个 陈荣这个龙很激动很漂亮 实际上因为日本人也很喜欢龙 日本有很多龙的题材的这个器物 实际上在陈荣之后 所有日本的龙都是陈荣龙的 都长不了 对 就是陈荣的龙是日本龙的祖本 是他的爷爷 叫索翁龙嘛 因为他是好索翁龙 索翁龙 您再看下一张 所有这个 这是那个九龙图 对对对 波士顿那个九龙图 对 这个就是他这个龙的转换呢 和后世的不大一样 就我们因为经过了 宋代以后经过了元 经过了明 经过了清 这个龙都有我们的变化 日本人留下陈荣这个龙 基本上就以宋龙为祖本 一直延续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很多 在龙的处理上非常凶猛 非常的 比如说他的菱角 爪牙非常锋利 实际上都是来自于 这个早期 对 早期的龙样 大家看这个爪子 还有他这个龙手的变化 包括他龙鳞的变化 和我们都不一样 神龙见首 不见尾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宋以前的龙 是兽形龙 就他还没有完全转换成 蛇的身体 他还有兽的身形 兽的身体是指 就是他的身形 还有野兽 猛兽的造型 这些龙都已经被 整个烟雾遮盖了 陈荣化龙啊 不光龙化的好 我个人更喜欢 他的云雾 这个在北京叫埋了 所以我们要 好好地处置一下 但是呢 没有这个埋的话 陈荣的龙不会这么漂亮 就他整个掌握了 这个龙的形象 让龙显得更加神妙 和奇幻 因为一条龙 直接的趴在我们面前 从头看到尾 就没得看了 一定是迷幻的美 若有若无的 若以若现最美的 叫云从龙 虎从风 对 云从龙就是 只有有云了 这个龙才会漂亮 行云不雨 龙实际上在很多层面 是跟风云际会 这个香港最牛的 这个漫画家 画的这个漫画 就那个风云 顾京云 最漂亮的一句话 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 风云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就金陵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就是这个 在水里面的这个小鱼 它一旦遇到这个风云 它就会变成龙 这个就是在洛阳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的 鱼龙变化 就是这个鱼 从水里面蹦出来 雷电要不断的 击打这个龙的尾巴 只要把鱼的尾巴 只要把这个尾巴 烧化了 就变成龙了 但是这个东西 一定跟风云有关 那就是说的神变 对吧 神变 它本身是条鱼 一蹦出来 在水面上 它还是鱼 随着尺度的不断提高 它身子开始变了 尾巴是最后不能变的 要雷电 把它尾巴直接烧掉 就变成龙了 您导演 咱们再把刚才 那个水浪的那个龙 看看 您觉得这个陈融 他在画的龙里面 是不是有道家文化的影响 你像我看那个九龙图 它好像甚至 这个水浪的形状 都画出一个阴阳八卦的 那个太极图的造型 这个文化太有文化了 宋代的这个国家开国的故事 就是从道教一个故事来的 当年 这个太祖到华山的时候 很穷困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在山上住 当时在山上住了 另外一个人叫陈团 跟陈荣是一个姓 陈团 神仙 对 神仙 他就跟这个 这个 这个太祖没事 但就想下棋 这个陈团的棋下得非常好 就跟这个陈团讲说 我想跟您下棋 陈团说没有 没有彩头 不下 就必须要有彩头 这当时的太祖空无一物 身无常无 什么都没有 那有什么彩头 这个陈团就说了 立一字句给我 给予你下棋 所以这个字句立的很有意思 就是假如说陈团这个赢了 就免华山的赋税 这个太祖不想开玩笑 这个跟有什么关系 就落了花鸭签了字了 下了 一下就输了 输了以后 这个太祖就走了 等到再有官吏到华山的时候 陈团就把这个东西 拿给这个世人看 说这个是太祖首遇 华山方圆 三百里之内 免税 免赋 这是当年太祖签下来的 所以华山在早期 有很段一段时间繁荣 就跟这个有关 陈团家 这个就陈团老祖 就是陈荣的前祖 未必是同祖 但是一定是陈姓的芝曼 就跟您说的这个道教有关 所以说陈荣画这个龙里面 有道像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宋之后的龙呢 宋代的很多皇帝 都有道的习俗 喜欢这个道 道军皇帝 道军皇帝 他很喜欢 他很多修行也跟道有关 但是宋代以后的龙就变了 就没有 因为宋龙还是成绩 唐代的旧制 他还有寿相 就他的龙很威猛 到后期的龙变化 就越来越迎合于世俗了 比如说他的蛇身呢 什么这个鱼鳞呢 等等的鹿角啊 这些转换 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南宋的龙 已经是双脚的了 北宋的龙是单脚 只在中间 所以你以后再看到 展览的文艺 这就是窍门 你只要看到 博物馆里面呢 民间私家收藏 因为我不能保证 你看到一定是真的东西 在博物馆里看到的 只要跟龙的题材有关 是单根独角 一定早一宋 北宋以前的 独角兽 对 独角龙 就是北宋 就北宋以前 跟南宋无关 北宋的 就他的这个龙脚在正中间 非常凶猛 威猛 美国还有一个大的 这个磁楼药的花瓶 它上面就有一条龙 海水云龙 你这个还真的是 我有一次在故宫就看 你就说这个 什么汉唐送 袁明清这个龙 一路造型 你就看下来 有变化 完全 我就觉得 像那个黄鼠狼 下号子 一窝不如一窝 到最后那个 情朝那个龙 都呆了 就不能看了 对 我们叫做龙 就不能看 那就真正具备了 汉语的成语叫 老太龙中 所以晚秋 末世了 末世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回家听了这么半天 有点懵吗 有一点点懵 但也觉得很有趣 有机会一个问问 这个阎老师问题 我最近在刚刚 刚好在开一本书 叫History of the World Arts 然后我就在想说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以前念书的时候 接触到艺术 中国的艺术 可能现在回头来 又想再去接触艺术 那比如说 严老师 我们有一些比较 比如说你建议 我们可以从哪个 朝代的东西 什么时候下手 可以开始慢慢的 pick up起来 这些对于艺术的 这个非常好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对艺术的追求 实际上就是刚才 文桃讲的 对美的追求 美上是中国人 或者是全世界人类 最高的美学诉求 我说这个美学诉求 放的更神幻一点 你会想到更有意思 比如说 有一天地球爆炸了 或者有一天 人类不在地球上存在了 所有人类文明都被击毁 只留了一个 佛的一只手 只留了一个 雕塑的一个肩膀 只留了一个 动物的残片 它同样是美的 钢筋混凝土 你再也看不到了 只有那些 带有人类文明信息的 东西的保存 它才有艺术的美 我们会无限的想象 这个雕塑完整的 是什么样子 我前两天看 中东一个新闻 两个新闻 我很痛心 第一个新闻 就是SS摧毁 古城博物馆 非常痛心 因为我特别喜欢 中亚的那段艺术 另外一个 就是在埃及 发现巨大的佛头像 就是法王头像 就是他们说的 法老头像 非常宏伟 一个头 大概都得有几米高 你可以想象 在3500 4500之前的埃及 如此宏大的雕像 在广场 或者是在建筑之前 陈设那种王权和威夷 实际上来讲 艺术品在很多时候 它给你的是多元点 我们大的 从最高层面 可以看到美 最小的 从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能看到美 所以我认为文韬好厉害 你能把所有的 对钱 对器物的认知 转换到美 很棒 所以我要 向您请教 因为比如说 陈荣这次能卖这么贵 确实我还觉得 有点惊奇 因为过去听说它不多 对 比方说咱们讲南宋 好像比较权威的讲 马远 下龟 这些是最有名的 但是为什么 陈荣和横空出世 一下子创了这么一个记录 陈荣我认为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 他画龙确实是独到 独步当时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就是说 他的龙的题材 因为中国人喜欢龙 日本人也喜欢龙 所以我为什么说 咱们私下聊天 我说过就中土文明对整个亚洲大陆的笼罩 就是从中国到朝鲜 到这个韩国 一直到日本到东南亚都喜欢龙 全亚洲的人都喜欢龙 这是我们的东河象征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贵的原因是跟他这个属性有关系 很多人喜欢龙 再有一个就是说 他当年是乾隆地治安 因为有很多题 时区保级 时区保级记录 再有一个我也开玩笑 就是这里面的包装也值30%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